在亚洲各国的政情 2022开春值得注意的是 4月份南韩的大选 那么这一次南韩总统文在寅 在5月选完之后就要卸任 他带领韩国人狠狠地 打了两年的抗疫战争 虽然到现在依旧是陷入浴火奋战 但是文在寅曾经在第一线 那么冲到了药厂 那么希望能够给南韩足够的疫苗 也让南韩在疫情年间 要到了南韩能够协助一部分的生产线 协助这个疫苗在南韩瓶装外销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再取得技转 那么同时还有大手笔的 为南韩2022的抗疫 赶快抢订购在家服用的口服药 希望能够减轻Omicron肆虐之后 医院的量能负担 对于南韩人来说 不管文在寅做的 他们究竟是否看到果效 至少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有努力的元首 他今天在清华台发表了 任内最后一次的新年谈话 四年半 那么他把所有的表现 都归功于全民团结 这是文在寅在任期尾声 最强调的政治态度 他的目的是要促进南韩 全民和谐大团结 所以他才特赦了 争议很多的前总统吴景慧 他这个做法呢 在政治动作上 现在证明是对的 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 在这个释放了 大赦了普警会之后 12月底回升到47% 创下了2021这一整年 他最高的政治支持度 南韩总统文在寅 三号早上现身清瓦台大厅 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新年谈话 长达20分钟的演说 文在寅首先提及 近两年以来 全民团结抗疫所缔造的K防疫夹击 而让他最引以为傲的 还有南韩经济表现 五年任期走入尾声 剩下四个月的时间 文在寅也强调会尽力持续推动两韩和平 不希望把难题丢给后朝 他誓言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而演说当中 特别提及三月初的总统大选 文在寅再次喊话要团结 十二月底才刚以国民团结为由 特赦前总统蒲警惠 文在寅超越党派的政治考量 让他总算在卸任前夕颁回升量 根据南韩四大机构 所发布的联合民调 文在寅十二月底支持率 回升至百分之四十七 达到2021年后最高记录 新年第一个行程 文在寅来到首尔显中院 参拜卫国捐取的英勇将士 他提字写下 迈向先进国家之路 将继续前行不会停歇 也为他四年半以来的执政 下了最佳主节 人害人2022年最大用望 莫过于疫情能够早日过去 但专家明白点名 新冠疫情暂时不会消失 那何时才能恢复和疫情共存 2022年将是关键分水岭 雷汉当局如履薄冰 口服药和疫苗成了全新两大攻略重点 雷汉计划今年再投入2.6%韩元 约台币602亿 购买9000万剂新冠疫苗 并采购超过100万人份口服药剂 同时持续扶植国产研发 文在寅曾经发下豪雨 要让南韩在2025年成为全球疫苗五大强国 2021年他致力疫苗外交 成功拿下四大疫苗代工权 如今有SK生物科技领跑 南韩一号国产疫苗也有望在上半年量产上用 也算缴出了一张可圈可点的抗疫成绩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